是三海日报的记者朋友吧 您好 您是哪位 我是董事长的秘书 香丹 香丹秘书 您好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请这边上车 不好意思 香丹秘书 董事长不是在大楼里吗 现在要去哪里啊 是这样 我们周董事长最近身体不太好 在医院里静养 集团让我带你们去医院见他 周董事长 他是病了 那这条消息应该还没有对外公布吧 是的 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在医院调养调养 怎么回事 车子发动不着了 那赶紧再调一辆 其他的事都被其他部终于 怎么了 段姐 这 忙 我那车就停在前面 我知道你病了吗 我一会儿开着车带你去医院 我给你检查一下你到底什么病 顺便给你查一下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然后姐姐你不不会笑吗 我知道你这个年龄也笑不出来了 剩女了 是不是 一下子全是成儿 做个拉皮儿 哎呀 车坏了 送记者去医院采访咱们董事长 我刚好也要去医院看同事 我来找咱修 你这合适吗 车不坏了 你帮我玩的 看什么看 我脸上有东西吗 我不是说让你去照照镜子 如果你经常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话 就不会怀疑所有人都对你有所歧怒 谢谢你的建议 好 开好你的车吧 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 你就尽管说 好 那这件事呢 就麻烦您了 不客气 不客气 那我就不送了 行 那我走了 再见 好 再见 慢走啊 看 叮赞健健去 好 好 经常来干嘛 好 类型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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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桌的员工 怎么会穿成你这样的场合 看完你很关注红桌啊对吧 没错 因为我新来的 所以我的胸囊还没有做好 这样解释合理吧 我们安姐可是 刑警学院毕业的 她的眼力一流 是我们《三海日报》的招牌 也就说你们《三海日报》的人 不过文章写得好 而且各个都是警校毕业的 对不对 我们安姐可是高级记者 好 什么呢 和你有关系吗 他叫 他叫是 你好 我是来接给周董事长 做专访的审记者 你好 我是《三海日报》的沈安 这位是我的助手 她说她只接受 沈安审记者专访 她最近心情不好 所以 沈安 这样吧 她 你先在这里等我 把相机给我 好吧 我带她去 接往哪边走 就别让你去 让我受认 我不太习惯了 对吧 乔天宇 没有 你就是乔天宇 嗯哼 啊你知道吗 OK 那我怎么承误你的案件 楼下的保安已经收了 我会叫沈安 爸 你好像不是很愿意来做这个专讨的事 我为什么愿意啊 我只是觉得你们的安排有点奇怪 奇怪 是 好吧是这样的 我们董事长的不轻易接受任何的 媒体专访也好采访也好 这次能接受你的我认为 很不容易 其他媒体会演员的 真的 我不关心这些 我在爱的事 我想知道的他会不会告诉你 好吧 这样他就会告诉你了 她就叫我 过来 会告诉你 是 для чего 你很不容易 就是 Sprиться 对 还没 咱们 小肖子 负责今天的采访 早就听说红州集团 有一位鼎鼎有名的美女CEO 今天真是幸会 你过奖了 沈继哲 请进吧 谢谢 帅气 妈 妈 天宇跟沈继哲过来看您了 董事长 周董好 妈 妈 他们来看您了 你是谁 妈 你别闹了啊 我能是谁啊 还有别人在呢 妈 妈 董事长 妈 你不能吃着你怎么了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周姨 妈 快叫医生 走 这什么呀 你不能吃吗 快点 妈 你怎么了 快 看看我妈怎么了 快 医生看看 来 来 先扶到船上去吧 妈 妈 你怎么了 你看看我呀 我是丽萨妈 姐 陈奖他们在外面 怎么办 我知道了 老年痴呆 这怎么可能啊 董事长的精明大家是勇目共睹的 他怎么可能老年痴呆 你啊 别再为您的无能找借口了 爸 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突然间就犯病了 就算是老年痴呆的话 也得有一个循序尖尖的过程了 但是没有 所以我认为这是医院的问题 您们严重了 严重啊 瞧董 老年痴呆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因为二次海默病 所引起的老年痴呆 第二类是因为经常性脑缺血 所引起的实质性的脑梗死 而造成的老年痴呆 至于周董的病因 我现在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但是据我对周董的了解 他是个要工作不要命的人 都这个年轻了 还超复合了工作 哪怕是机械 也有灵性性怀的时候 明明只能当三世 非要抗一百 周董你啊 为什么总跟自己的身体交直 女人呢 十个有九个都活不明白 爸别这么说 这都什么时候 爸说得也是实话吗 我发生这样的事 大家都很难过 特别是沙姐 爸别闹了 李莎是我的亲侄女 周延丽是我的亲嫂子 我能不难过吗 李莎 不哭 不哭 有书的 不哭 挨的 这样吧 不惜借代驾 请世纪名义来会人 小妹呀 你这怎么采访啊 行 那我回去再说吧 姐夫 怎么样 怎么回事 你说个多少遍了 公共场 别乱叫 行对 那有什么发现吗 没法我跟我说好吧 人家坚持认为 是因为精神问题导致的病 根本就不想让我们介入 我要是告诉人家 是我小姨的报团 可是脸往哪儿刻 但我真的觉得这事很蹊跷 要不然我不能给你打电话啊 我跟你说 红州集团的事 你不要再猜着 你看看 你是不是也觉得周杰有问题 他有没有问题 都跟你没关系 怎么就没有关系呢 我是记者 调查真相是我的工作 调查真相是我们的工作 抓换人才是你的工作 算了 我跟你说 你会记者 听不懂 先说就 你厉害啊 我说不过你 行了吧 还有啊 这事千万别跟妈妈跟锦说 省得她们有落里巴 所有都没完没了 所以 你就不要再参与这个事了嘛 行 那我现在有一个情况 你想不想知道啊 说 太这么差了 行 躺下来 喜点公历 湛eres 都不良 快了吧 不会百分之二 走吧 km 秦瑞